接著我們要請的是由我們宜蘭縣市立惠登高級中學 由我們校長游文聰校長來出獎 謝謝 湯校長 各位家長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禮拜六早上來 辛苦 我們學校在宜蘭 宜蘭鄉下 我們學生大概八成來自北北基陶 所以剛剛華西東也介紹住宿是誰選擇 如果你們土門大概就一定要住宿 非常住宿 因為它是一個在風景區裡面的一個學校 環境非常優美 我們今天再介紹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是雙宇學校 所以我們特別在雙宇這邊做一下 特別想聽一下 我們不是宗教學校 很多人認為是惠登 是不是買一個佛教教團的 沒有 它就叫惠登 智慧靈燈 所以它不是宗教學校 所以不用擔心中藍廟是吃素 不會啦 它想吃肉都可以 我沒有賣肉 這是我們的班寫理念 先叫做人再追求協問 我想在這個階段 孩子 其實尤其是中型階段 品性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心理寫生最重要的 叫做狂風暴雨期 對不對 那這個階段 如果孩子的行為沒出問題 大概 知識的追求大概你都可以擔心 現在的環境整個地方 那在我們這環境 那其實現象座的人在追求協助 每一個學校都是這樣做 可是每一個學校很難做到 為什麼 因為大概八個小時上完課就回家了 那很多的生活應對 應對應對的部分都沒辦法交 可是在我們學校一定有辦法交 他的生活作息 山山起居 我們都可以來要求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孩子都有點不大事 可是過了之後你會發現 孩子回來之後會不一樣 他會打掃 他會走眠袋 他的生活作息都不一樣 還有他不會晚上 在家裡趕快 在學校間就會熬夜打電 打手機 因為我們進教室 一進校園手機就收起來了 所以現在美國法國都在實驗 說手機可不可以進校園 我們已經先行 手機不能進校園 可以進校園 可是不能用 可是如果有其他聯繫 還是可以 我們每天的八點半 的八點四十五 會有十五分鐘 開後給孩子 跟家裡聯繫 那我那觀察很好 剛開始的時候 他都會打個微信 跟爸爸媽媽媽 第一個禮拜 就鼓鼓鼓鼓鼓 第二個禮拜 尤其那個男生 根本就不打 開始我們那個對打 把我們十五分鐘 打電話回去 最寶貴的時間 總可以打電話 跟爸爸媽媽媽 所以第一個禮拜 可能會哭著鬧著 第二禮拜以後你就放心好了 不可能你打電話給他 OK 那這我就不太講 為什麼要不會扔 這麼多選擇 那它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環境 宜蘭的水是市面上七層 七層的水就沿山生產了 煎車飲料有沒有 煎車的水都是在沿山 我們宜蘭沒有水庫 可是宜蘭從來不清水 為什麼 山生賣的水 怎麼山賣的水 一定在我們這裡 所以那個環境好 空氣好 你看那個旅遊樹上面 都長了天胎 你以為到原始是你 沒有 因為這空氣沒有汙染 所以環境好 這對孩子的身體健康 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想這個條件在台北 我跟你保證你長得到 包括在那個陽明山上面 那個還是沒辦法 因為它的空氣汙染還是會上去 OK 第二個 這個是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針對鏡頭 對不起 我沒有針對鏡頭 這是我們的環境 第二個 親子關係會改善 為什麼 我剛才講 國中市青少年階段的 國中跟高中市青少年的狂風暴雨期 你每天晚上回家 坐一些沒有 還是打電話一天 為什麼不洗澡 趕快給我們坐一些 親子關係都會在緊張 以後這種事情我們在做 然後禮拜五禮拜六回去了 抱一抱 辛苦了 我們去吃大餐 所以親子關係一定會改善 他一定會特別珍惜爸爸媽媽 你看我們帶孩子到日本秋晚 有時候就做那個Homestay 對不對 住一天喔 日本的阿公阿嬤很秀孫喔 第二天總是哭哭哭哭哭 我就罵他們直接不笑 爸爸媽媽媽煮一個人的輩子 花了給你自己都沒有哭 然後人家煮一個晚上 花了給你自己就哭 為什麼 小孩子的新聞 你離開了之後回來 那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 讓孩子 你看我們孩子很多高中畢業 就敢出國大學去 到國外去度數了 為什麼 他獨立生活能力被培養出來 六年之中的信念 他就敢出去外面喘 第三個 這是我們 關鍵的衛衣設備 各位 所以你隨時可以到會燈 尤其敵人 你們去玩喔 然後你就Google到那邊 隨時來 包括禮拜天 包括假日 都會來 你們都會安排人 再引導各位去參訪那個學校 我們學校各項設施 這個應該 第三個 這個我想最值得了 因為現在手機已經被心理學家 或是性理醫師認為是類毒品 第一個 成癮問題很嚴重 第二個 干擾學習很嚴重 第三個 犯罪也很嚴重 很多的性評案件 很多的賭博案件 很多的賭博案件 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你抱著麻煩看 中學生因為這個手機所長 你這個大問題很多 這樣不行 可是各位 AI世代的 你把手機收起來 再一拉 拜託那時候 你放心好了 我們iPad教室 教室就是電腦教室 那個智慧教室 然後我們要求 老師學生都會跟我們iPad教室 所以他需要高科技的問題 不用擔心 可是該限制的時候 我們一定限制 因為讓他鬥靜有節 然後呢 進退了 該用的時候 這個自我控制能力會有強 來 第四個 這個也是我想 在中學階段最重要 規律的生活作型 規律的生活作型 會培養出來 我們父母給孩子 一輩子最好的祝福 各位 先生剛來的時候 我常常問 你昨天幾天 你這次要昨天幾天幾天 幾天睡 有孩子的小小很可愛 我很早就睡 我手點就睡了 旁邊的小孩子都會這樣說 校長他那太早了啦 我一點兩點就睡了 還有一個旁邊的很挑一的講 校長我最早睡 我早上六點就睡了 整天晚上都在打電話 平常在家裡 有時候你不知道 他躲在房間裡面坐手 都在打手機 甚至你面對蓋起來 就在裡面打 那個最傷害 那來光隊一定是最傷害 在這邊你放心 我們生活作息會要固定 每天我要求 國中部一定要睡滿九個小時 高中部一定睡滿八個小時 因為孩子的健康 所以我們孩子的健康 剛才來的時候 小不點到國山到高山 都穿高起來 都比幼還高 為什麼 生活作息正常 再來我們三餐 用營養師來開了菜單 所以非常健康 所以被生活作息非常好 孩子一定這個 我想我們當父母 給孩子是最好的祝福 是這個東西 好 這個是我們操場的 我們會瘋一下 運動會場就給大家看 會燈中學 你隨便每個燈長的照片 都是漂亮 南天白眼青山立水 OK 好 那再來 這為什麼最基本 這個不用再強調 因為私立學校這個做不好 那不用早生的 我想這個過對一下 那我們又特殊 我們學習過實際會比人家更多 晚自喜 那是標配 晚上我們大概早上七點起床 七點半用餐 然後八點多吃飯 八點多吃飯 八點幾十分上課 那接著就一樣 然後呢 晚上呢 我們白天我們上到第九節 六點吃飯 然後這個東西 安排各項的活動 然後七點半 六點到七點半是用餐跟洗澡 洗澡的時候七點半 有兩節到三幾點晚自喜 尤其高山我們會到十點 那國中呢大概九點半這樣 所以我們宿舍裡面是不做好放桌子 為什麼 回去就是睡覺 都睡完了 好 那為什麼常常國際交易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在鄉下 為人家認為 孩子認為說這個世界靜好 日子靜好 哪有 外面世界變化太大 所以國際交易這樣做回家 因為今天雙語學校 我特別把這一關拿過來 後來這個課程都是小東西 小班竅學 中師學當中 我們有六個外地教師 從國異到大陸 總都有 然後我們用了很多的概念 就像國際教育 這是我們外資 我們跟其他的 比如英國 捷克 日本 美國 紐西蘭 東南南國家都有交流 我們進行很多這樣的一個課程 這是一個文化交流包的一個課程 時間不夠 我講那個英文的不能我就不寫 那個影音的不能我就不播出來 我們透過國際教育 還有一些寫作 這個比詞之間寫性的交流 我們都常常在做 然後透過外資在上課 你看他iPad就擺在桌上 他們透過這樣跟捷克的國家 或者我們以前不久跟印度也有 還有美國 紐西蘭 都用這樣的方式 尤其疫情那段時間沒辦法出去 都透過這種方式來經濟交流 OK 然後節慶很重要 現在當校長很可憐 這個就是我啦 變身材老公公 沒辦法 沒有 因為小孩子跟他玩 可是像我這個年紀 看他小孩子真的很可愛 我都覺得他像孫子一樣 所以那個孩子都很喜歡 我也喜歡他們 OK 那這個就是各種節慶 比如說端午節我就會想辦法讓他們包粽子 譬如說在過不久的那個冬至 我就他們是戳湯眼 戳湯眼我們還用各種元素 紅塵光 麗蘭 電子 都用天然的食材去做 讓孩子平常私貨體驗不到的 在學校裡面可以體驗得到 是可以到來喔 好 陰鱗鱗鱗鱗鱗啦 這是我們在國外的交流中 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 OK 這是我們在國外的交流的狀況 特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好 謝謝大家 改動 隨時可以到我們會の來喔 你自己的安管就幫我那邊 請就收拾了相帶 謝謝 一點點點點